他的形容是叫obsolete 我们现在讲英语 有些人说out of fashion 就是不时髦了 但是说过时了怎么说呢 就是obsolete 你这个东西有些obsolete 就是你这个不合潮流 就讲obsolete 这个obsolete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有一个东西比方说床袍马褂 现在大家都穿西装了 所以穿床袍马褂就obsolete 就过时了 但这个过程很漫长 你想中国人穿长袍马褂 一直穿到1911年辛亥革命 到辛亥革命结束以后的20年 都还有人穿长袍马褂 我都见过我祖父的照片 是穿长袍马褂 到了我父亲 一律都穿长袍马褂 那个呢obsolete的过程 用了差不多半个世纪 那如果一个商业机构 去等大家说 哎呀这个已经过时了 那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呢就用设计想办法使得这个产品看起来显得过时 显得成就 有意识的为产品设计 它去界定它的使用连线 像现在我们说一个手机 每年都出一个新版本 是不是经常这么需要频繁的更换呢 我用一个iPhone 6 我用了差不多好多年 大家都在换新的 我都没有用 最后是那个电池不行了 一次一次的就一个钟头充电 充了一个钟头电 用几个钟头就完了 所以没办法 换了两次电池都不行 我再换了一个新的iPhone 这个呢 事实上呢 按照产品的寿命来说 它可以很长 我前面跟大家讲过 我家里用一个西门子的电风扇 用了半个世纪也没坏 那么现在不行了 要想办法要促进销售 所以呢 就要所有的设计行业 所有的制造行业 市场行销 都要想办法 要告诉大家 你现在用的东西已经过时了 比方说我们现在用的手机 你这一年过了 现在iPhone 12到iPhone 13 你要是再用一个iPhone 6的话 别人觉得你过时的太厉害了 并且有很多东西呢 它都变了 所以呢 不停的这个 出使你去买买买 这个呢 就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 当然呢 消费主义就造成了 巨大的资源的浪费 和环境的污染 这里有一个排比句 It is necessary 就是需要 它比需要 要a little newer 新一点 那就说 你本身就用了 一个电风扇本来没问题 但是我现在给你一个东西 a little newer 新一点点 a little better 稍微好一点点 a little sooner 更快一点点 就行了 这个呢 就是一个工业设计师 就是他提出来的 这个Rucus Stevens 就干脆提出说 我们工业设计师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消费者 在他的需求之外 能够买到新一点的 好一点的 这样的东西 这个呢 就变成了一个 对工业设计刺激的说法 非常熟知的一个情况 那个废物的堆积多少 我们看看这些电脑 这些废弃的电脑 废弃的电子用品 那堆积如山 我们看到这张图片 其实这个是比较客气的一张图片 那个堆得比较漂亮 比较干净 因为我在这个东南沿海地区 在广东 特别是在潮山地区 我曾经看过他们大规模 这个废弃的电脑的处理中心 那整条村子都是 都在忙这个活 那个对于水资源 对于土壤资源的那个污染呢 是非常的严重的 所以国家呢 这几年才这个有明确的规定 不许这些垃圾 这些洋垃圾进入中国 那这样的情况稍有缓解 不过你想这么大的垃圾的产出 那么它还是会继续 这个污染很多地方的 即便不在中国污染 也会在其他的国家 像东南亚这些地方污染 所以这个问题 它的根源呢 还是有计划的废置制 就是生产的太多 我们并不需要的消费产品 造成了全球的资源的浪费 和环境的污染 我们看看这张照片 这就是一个汽车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这是一个二手汽车的坟场 这个可是新车 就是有很多工厂 按照有计划的废置 是去做了很多新车 希望这些新车呢 每年能够取代 那个用不了的新车 也就是过了期的这个新车 他们就是大规模的 集中的丢弃 这张照片呢 它的那个地点呢 应该是在美国的一个 丢弃的地点 那这种丢弃的汽车 跟丢弃的飞机 还不太一样 我们知道美国的 在新墨西哥州 在亚利桑那州 是有飞机坟场的 那些飞机呢 其实是封存 有多一部分呢 他们都会修理 或者取零件 或者是整个的维修 还是使用的 但这种汽车坟场 还不是二手车 就是这种 废弃的这个过代的车 那就是永远的抛弃 最后呢 就进入这个回炉 这是对资源的一个极大的破坏